有不少教會都會慶祝堂慶 例如愛言或感恩崇拜 如果想和弟兄姊妹一齊回顧上帝如何帶領教會 除了獻上感恩 以及鼓勵弟兄姊妹繼續委身侍奉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為了慶祝教會成立30週年 中國基督教播度會講福堂 製作了一個以再攀鈴峰 群起的非英為主題的跨媒體音樂劇 在香港理工大學演出 盼望透過音樂劇的訊息 激勵觀眾和弟兄姊妹 像非英一樣展翅奧場 一同攀鈉上帝為未來設定的鈴峰 早在音樂劇正式演出前一年 教會就開始籌備 這一日是音樂劇的總彩排 弟兄姊妹都一起努力 把握時間作最後準備 今次音樂劇 再攀鈴峰群起的非英的創作靈感 是源自詩人龐繼文創作的一首詩 《玻璃幕牆上的非英》 《玻璃幕牆》是代表 坐落在金鐘商業大廈的教會 而群起的非英 就是教會裡面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時時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玻璃牆給人一個很冰冷的感覺 雖然是這樣 但隔著一個玻璃牆 我們都是滿有熱血 滿有神的恩典 群起的非英 我想最主要原因 我們看到神是一個呼召給吳牧師 我們覺得我們就像一群的非英一樣 跟著吳牧師飛向天空 任何一個的牧師 都希望牧羊的群羊和弟兄姊妹 能夠成為一隻非英 不要禁於 就只是看著今天地下 可以吃那條蟲 做隻烏鴉 在那裡低頭剁剁剁剁剁剁剁 我們要做非英 高瞻遠足 去看看神 為我們預備的天地 和國度 是多麼美麗 多麼壯闊 是需要我們傳風陰去服侍 去得著這個未得之敵 如果任何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能夠振奮起來 如英展至上騰 教會一定能夠再攀凌風 這個音樂劇 亦都是以躍失人生三個重要的階段 包括滿懷理想 逆境求生 以及感恩敬拜 穿插港福堂的歷史 《沙漠劇》 我們大概將約瑟的人生三個階段 約瑟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經常看到儀仗 以及有很多夢 這些都代表一個人的理想 以及對未來的憧憬 但是我們知道 他後來被自己的親兄弟出賣 又被人誣蔑 又坐到牢 但是原來 一個能夠堅持的人 上帝在恰當時間裏面 將一切就座轉變成為祝福 後來他能夠成為埃及全地的宰相 幫助埃及解決那個困難 又是幫助他家人 能夠渡過方向 最後大團連結局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 無論對香港社會 對教會 以及對個別信徒 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閱讀 以及很鼓舞的一個故事 以一首包辦構思 作曲 填詞 選角等等的梅廣昭博士 他希望可以透過這套音樂劇 榮耀上帝 亦鼓勵大家靠著上帝 憑信心追尋夢想 其中有首歌 例如《Walk with God》 《The Lord Hold My Hands》 等等這些歌都是 因為我覺得Joseph在獄中 前往以終埋愛及的孤境之中 他們如何為祈祠懸待 意思是自己 Sid的 其實平時我們也有一個心境 就在玉境之中需要祈祈祠 很自然把碑子放進去 説得我的貞興姐妹都有困難時 怎樣祈祠 這幫俗氣 透過參與音樂劇 一群弟兄姊妹 除了可以表達對上帝的虔誠 和感恩的心 歌頌上帝的恩典 亦從中得到法師 我來港福堂五年多 希望我來時看到這個劇 對我都有得著 而且感覺到港福堂 一份子 都希望能夠在這個劇 能夠做到盡力 盡善盡美 今次周年堂慶 雖然我擔當的角色是很微小 但是我覺得在神的眼光裏 心目中裏沒有微小與高大 即高的分別 我覺得有份參與神劇是一個福氣 因為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句句其實我覺得都是 講在我自己的心聲 還有講我們日日的盼望 我們走的音樂人生 都不是那麼平坦的 那真是 那些歌詞 和投入在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是 每次都有新的體會 和新的發現 和新的力量 那我在這裡覺得 是我們百多人演出 上下一心 不分彼此 我們是沒有分身份 有些專業的 有些業餘的 有些是訓練過的 但是我們都是在這裡看到 中大兄姊妹的同心 還有我們是 真是會 每個都很低調的 去很多學習 會看到我們的經歷 都好像主題飛一樣 我們是要很努力的 去向前邁進 我希望今次看到 是一個家的感覺 講福堂真是一個大家庭 我希望大家 帶給觀眾 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大家庭裡 我們不分彼此 我們大家都是 這麼愛主 希望做到 榮神億人的事 將這個福音 傳到每一個角落